網上買賣的騙案無日無知 我們收到觀眾Jack的報料 他在一個社交平台 放手一部手提電話 誰知道 他就說有機會 就是因為他爆了個數字 接著他就說不要緊的 我打給我老婆 我叫我老婆再轉給你 去到差不多學股交易的時候 過了10分鐘左右 我都未收到的 當時他就說我再打一次給我老婆 打了給他老婆之後 結果他老婆就聽到一個 師傅報轉數很成功的 當時我看到那幅圖是有我的名字的 但當時我都不相信 我就跟他說不行 我未收到錢 我不可以給我老婆來 最後Jack打了去銀行查詢 銀行就說 有時候電腦系統是會做維護工程 未必即時過到數 Jack就相以為真 給了手機對方 同樣的事情 亦發生在另一位輔主身上 今次騙徒就用假的轉數塊 過數紀錄去欺騙事主 另外一個受害人 其實他在8月5號 就在Facebook出貨 買一部iPhone15號的 接著這傢伙就聯絡他交手 他就說以轉數快過數 結果他之後同樣給了一張 過數成功的圖給他看 公告就說轉數快即時過數 接著他之後一查 沒有了這條數之後 他就打給他過癮電話 原來他過數失敗 他就不斷跟他說他會拘捕給他 說是這麼說 騙徒最後當然沒有了這件事 這位輔主一怒之下 將這件事放上網 想不到得到不少回應 只被同一個人用同樣的手法欺騙 當輔主門冤聲再到 在網上群組通執這位騙徒的同事 騙徒居然聯絡他們 說不要搞大這件事 他很快就會給大家過數 但是結果騙徒當然再次失戀 如果有人真的見到他 希望他們可以做個好心 不要讓那麼多受害人 還不早就直接 當日見到他就立即報警 我們就可以將他成之預罰